現在要介紹怎麼Podding FBV電子箱框這個程式到我們的Rail6410上面去啦 這是它的官方網站 然後距離這裡下載 這是它的 source code,我就下載FBV1.0B這個壓縮檔 這是它的 source code 那因為Podding這支程式的時候啊,它會用到幾個函數庫 一個是JPEG函數庫,一個是PNG函數庫,還有一個是GIF函數庫 那這裡就順便演示一下說跟函數庫一起Podding的方法這樣子 那我就先下載回來的時候,那我順便再去下載了 LIB這個JPEG,就是JPEG函數庫,它的網站在這邊,Sourceforge這邊下載 我先滑一下 我把它跑一下 LIB這個JPEG點下去之後 這裡就有它那個,我是下載這個啊 最新的版本 然後下載完之後就把它 解壓縮 那我已經先把它下載到Porting 我這個加目錄Porting就是要解壓下面去了 然後就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開來了 然後我去做config設定 因為我這次要移植的是到on的架構上面去啊 所以我就要去做一下設定 我要把我的這個compiler都設定成onlinux.gcc 還有這個host 然後我就對它做config的這個動作 然後我這邊也設定了說我之後要安裝的目錄是安裝到 user.local.on.208.q3.on.non 這個資料夾下面去給我有點長 我還沒切進去啦 我先切到這個 這個library的函數庫的資料夾下面 然後我再去做config設定 好設定完了 那我就會做confiler的動作 Mac 好 剛剛編輯的時候出點問題 那現在我把它重新設定好之後 再做一次這個編輯的動作 現在編輯完成 那我再做install的動作 他就把我剛剛編輯好的函數庫 把它丟到這個資料夾 on的這個 資料夾的函數庫這樣子 那我一樣再做一個LIDEP PNG的這個函數庫 我一樣也是下載好了 那我就把它解壓縮開來 解壓縮開來 然後我就切到他的資料夾下面去 那我這樣做 對他一樣做config的這個動作 那我這樣做 指定我們要編輯的平台 就是onlinux這個平台 然後使用了onlinux GCC 然後把它 自有安裝的目錄 這樣帶參數帶給他 好 這樣我 設定好 那我再做 編輯的動作 編輯完成 那我再把它install 一直抖 那我就把這個 函數庫就丟到這個 我的 我的 Tourchain的這個 Library 函數庫下面去 然後接下來就是看這個 主程式就是 FBB這個 這次程式 那我也是下載好了 一樣把它解壓縮 我先下載好 放在Porting這個 這條夾下面 然後我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 解壓縮完成 那我去對他做 config 我還是要切到那個 這條切到他的目錄之下 我把他做config設定的時候 我要先說一下 就是說 他這邊有使用到了 這個 GRF的函數庫 還有 JPG的函數庫 還有 PNG的函數庫 那 此次我們Porting的時候 我就是 先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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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這個 GRF的函數庫 那我只用了 JPG跟PNG這兩個函數庫 就是我剛剛之前做 做編譯的那個動作 那當然 之後要再做 GRF也不是問題啊 那 因為這個只是為了 演示說 程式嘛 在Porting椅子上面的時候 可以去 對他 順便做一些修改 所以我就 目前就不移椅子 GRF這個函數庫 這樣子 那 他這邊 Check的時候 他是沒有找到 因為他是 我們是 把這個函數庫 安裝在 2Ochain的資料夾下面去 不是 安裝在我們 Linux本身的函數庫的資料夾下面去 所以他找不到 那 這邊我就沒有帶參數的原因 是因為說 可以看一下 EIN 他並沒有提供 Prefix OnSit 還有那個 CC的還有一些平台的參數 他這邊就沒有提供 可以看一下他的說明 他沒有提供這些 我們指定平台的 這個 這個參數 所以我就沒有在這邊做設定 那 我要設定的時候 我就去他所產生的 所更新好的那個 Macfile裡面去做設定 Macfile 因為我執行 Mac編譯 建置的這個執行的時候 他都是會 依照Macfile這個檔案 去做 我們編譯的script 這樣子 那我就去 去修改Macfile這個檔案 好 這邊啊 我就 因為我們使用的平台是 On Linux GCC 那 那其他 Flag就是O2 優化 這樣子 那 這個Source來源 這裡啊 因為我這次是不用他的GIF 所以我就把它拿掉 我就不 我就不 就是編譯的時候 我就不再編譯這支檔案 GIF這支檔案進來 然後還有 這裡 這個 喔對 LIB 這個註解要拿掉 這樣他才可以連結到我們的函數庫 這個GIF 這也是 這個GIF的這個Library 連結 我就把它拿掉 那這個指定的 XCR6這個函數庫 我也沒有用到 我就把它拿掉 這樣子 然後就 這要做 存檔 存檔的動作 然後再 這邊還有一個 config.h這個檔案 進來修改一下 好 一個點 H 這裡 它有定義這個 呃 GIF Define這個GIF 然後把它註解拿掉 那為什麼呢 注意看 它這裡如果 有Define FBV support GIF 這個Define的時候啊 找一下 這裡 這段程式碼 它說 如果有Define的話 它就會去做這個 這個程式邏輯的動作 那這樣就會導致我們編譯的出錯 那因為我們這次沒有使用GIF的函數庫 所以我就把這個Define拿掉 那它其他原始的程式碼 都還是保持一樣的 Q就好 離開就好 那再做編譯的動作 它這裡編譯的時候就發生錯誤啊 發生錯誤的原因是什麼 Define Define FB Underline De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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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移到最底下 把他移到最底下來 好,我這邊再駐,駐幾下 再丟一塊去,駐幾下 然後再駐油待會再依靠 也要再駐油待會,駐油待會再駐油待會 便是一塊碗,駐油待會再繳,駐油待會再下駐油待會 然後再重新做建置的動作 那我這邊沒有說移除 GIF 就是 config 檔這邊 那之後如果要去做 config 的那個 編輯的時候啊 就不用去 之後如果要做 GIF 的函數庫連結的話 就不要把它移除這樣子 那再做一次那個 好這樣就 build down 就建置完成了 那我就再 這邊就不用 install 那我就要把這個 我編譯好的這個啊 fb 然後去 poding 到我的 on 就是 real 610上面去 我是用 nfs 的檔案系統啊 然後是所以說 我on上面的 file system 它其實是在我這台主機的這個 root mkfs 這個資料夾下面 那我就為它建了一個 poding 的資料夾 把它 調過去 然後我再 注意啊 因為我們剛剛 就說 它要 fb 這支程式 它要使用了 這三個函數庫 一個三個函數庫嘛 一個是 jpg 一個是 png 還有一個 gif 函數庫 那 gif 這次 我們沒有 poding 移植過去 那我們只移植了 jpg 跟 png 那所以 這兩個函數庫呢 我也要一併去 提供到我的 bio system底下 這樣子 那我就 先切到我剛剛 所移植的 所移植的 這函數庫 我剛剛是把 mac install 我是把這兩個函數庫 都是安裝在這個 2o chain的 函數庫之下 我把所有 jpg 所有jpg libjpg開頭的這個檔案啊 我都把它copy到我的 on的函數庫之下 把 把它 copy過去 就好 這是我filesystem 它的lib 這樣子 然後 我這個是png 我把所有png也 扣過去 好 那我再清開一個終端機 去連接我的 這個 這是我的 on上面啊 我就可以看這個 有 有 我 我可以看到 我剛剛 copy過來的 有 jpg啊 jpg還有 pmg都在這邊了 那 如果之後要 podding gif的函數庫的時候 還是其他 層次函數庫的時候 也是把它 就是copy到 這個 lib的這個資料夾下面 這裡 這裡是 這個我剛剛call過來的 FBV這支程式啊 那我還 帶了三個 四個 jpg 檔過來 然後我就 去呼叫 它使用方法就是 你只要在on上面 這裡 文開 Target 這裡是在Target 就是on 我的real 610上面 去執行這個 這個程式 那我把我的 這個 這個 稍等一下 我把 CAMERA 接上去 調整一下位置 這是我的 ROM的這個板子 它上面有一個 螢幕 那有點反光 我想把那個 好 這樣反光好一點 拉開 有點凌亂 好調好調的角度 去做 我把這個 程式 執行的時候 就貼上去 在這裡 那 這樣執行好像有點不適 它就會閃動 這個就去切換 就去切換我的照片 這樣子 這裡就切換我的照片 然後再一次 就四張照片 輪流的 撥 輪流的撥換 這樣子 那 我把這個 拿走 這個 FBV這邊還有 它的 參數啊 它有這邊這麼多參數 它可以去做Rotator 就是循環播放啊 還是說延遲播放的這邊 那就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拿一次看看 那或者是說 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把 這個 剛剛的GIF GIF的Library 一併 也一起Pot in過來 那 程式的話就是 就是剛剛 把那些註解掉的 GIF 的程式碼部分 就把它 移植回來 這個 我 config.h 剛剛的GIF 還有就是 Mac Mac file編譯的那個 GIF 就把它拿 拿掉 我把這個 我把這個 就把它註解上去 好 就是 這裡 移植的時候 這個GIF VIM 註解 好 就這樣子 那這個 程式 程式就這樣 Pot in完成 然後有興趣的話 就是 就可以照做 這樣子 謝謝